你知道鸡也可以是一种宠物吗? 在餐厅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鸡是跟人快乐的生活着 上一次我们去中华民国自闭镇总会观摩的时候 也有亲眼看到宠物鸡有多乖 跟人的互动有多着迷 虽然在宠物鸟里面鸡比较冷门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宠物 养这种动物需要准备什么样的环境呢? 会不会很难养呢? 宠物鸡有什么漂亮又可爱的流行品种? 今天宠物鸟图鉴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宠物鸡 小小的跟大家共赏一下 鹦鹉小木的品牌有提供许多宠物鸟的玩具 还有提供非常丰富检验合格的饲料与饮食 使用多种台湾的蔬果制作 同时支持台湾果农 并持了新鲜、诚信与健康 建立这个宠物鸟品牌 欢迎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虾皮或者是官网支持我们哦 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宠物鸡 宠物鸡有什么样常见的品种呢? 其实在世界上最流行的品种就是所谓的日本矮鸡 也有人会称作为日本矮角鸡哦 这个物种在日本其实也是被国家指定为天然的纪念物的国宝物种 它们的特点是脚很短 比例上显得特别的可爱 相关的资料显示 这样子的矮角可能是因为遗传性软骨营养不良的原因 才把这种可爱的性状保留到了现在 此外它们还有一条长长的大尾巴 它们的祖先跟大部分的日本观赏鸡的品种一样哦 它们都是从斗鸡演化而来的 从1636年到1868年明治维新时期 这个时候日本实际上对于所有的对外贸易都是关闭的 后来慢慢开放之后 这个物种才从日本东营传入欧洲 后来经过不断的改良与配种研究 在西方的国家当中 有许多日本的矮角肌颜色就陆续的出现了 欧洲协约列出了42种 其中23种得到认可 标准的颜色包括了夜幕灰 黑色、黑色斑纹、蓝色等等 目前最经典的颜色还是大家手之的白色外表 红色的小机关造型 搭配着纯白的羽毛 外表真的相当的可爱 美国家禽协会也列出了9个颜色 还有卷毛的羽毛相关品种 可见这个品种在全世界已经培育得相当成熟了 当然这个物种他们的繁殖与研究也被受重视 一般常见的日本矮鸡 平均的体重大概落在700克 他们以为娇小的体型大受欢迎 有些市主也说平时带他们出门的时候 他们好像就好像一直忙一直忙的感觉 不断的专心的看着地上有什么东西 可以玩玩看啊桌看看 所以说有时候会想说 他们真的能够这么亲近人吗 从小养的日本矮鸡 他们其实是很习惯跟人相处的 有时候乖乖的站在主人的手上也不是问题 不过有个让四族比较困扰的地方 是因为他们比较容易随地排泄 在家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多花点时间整理环境 而日本矮鸡呢 他们是属于一种杂食类的动物 除了喂食古物类的食物之外呢 偶尔可能还是需要提供一些虫 他们是属于家禽类 通常不会飞太高 起飞的方法主要是利用双脚跳起来的力量 搭配着快速的三动翅膀 但是呢 他们体重较重 再加上翅膀呢 肌肉较弱 飞得也不大远 日本矮鸡的寿命 大概是5到6年 如果照顾的好的话 甚至还可以活得更久 在成长到一定的时期 母鸡也有可能会下蛋 当然下蛋这个动作啊 其实对于主人来说 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 也是其他的宠物比较少见的过人之处哦 不过他们除了有优点啊 当然也有缺点啊 除了前面讲到 他们可能比较容易随地的大小便之外 公鸡早上的时候也会鸣叫 这对刚养鸡的四组来说啊 可能会觉得很有趣 但是时间久了 不免会对这种啊 天然的闹钟感到困扰 所以说决定饲养之前 需要仔细的评估这个问题 在云林台西啊 也有一些农家啊 特别喜欢饲养这个品种 这个物种呢 他们的观赏性极佳 而且他一次啊也养了数十只 这些他养的日本鸡 总是爱跟着主人走 非常的亲人 互动起来也很有趣 农场的主人蔡文能也表示 当初啊他会想要饲养 是因为他们刚开始啊 在盖农场的初期 为了维持生态的平衡 选择啊在农田之间 养可以吃掉嫩草 以及多种虫子的鸡 从原本的四只日本鸡 一直经过不断的繁殖 才有了现在数十只的日本矮鸡在农场里 每一只呢都有他们自己的名字 小时候比较不好养 但是到了三四个月之后 日本矮鸡他们的羽毛长期 就比较容易适应环境了 这个画面啊 以及特殊的宠物鸟的互动啊 真的十分的有趣 前几周宠物云也有报道了 一起跟日本矮鸡的相关新闻 在日本当地 宠物鸡其实也很受欢迎哦 有位网友他所饲养的 一只五个月大的宠物鸡 跟附近的小朋友玩累回家之后 就一整球的蹲在四足的大腿上面休息 好像一颗棉花糖一样 因为他们全身的羽毛都是白色的 又吃了肥肥胖胖 一动也不动的样子 很多网友插那之间看到这种呆萌的画面 就直觉的把这个动物 跟大福马鼠联想在一起 甚至有些人还觉得 这根本就是一只变回鸡蛋的鸡 让大家被眼前这个可爱的画面给融化了 纷纷问说这到底是什么品种 很多人看到了就很想要饲养 但是四足也说啦 他们其实是有脾气的 有时候不爽起来打扰到他们休息 这种鸡也是有可能一口就直接啄过来 而且加上他们的爪子也尖 可能在身边爬来爬去的时候 还是会感觉很刺痛 要大家不要被他们的外表给欺骗啦 在台湾也有一只很有名的日本矮鸡 大家可以上脸书粉砖搜寻 麻油里里长麻油 他也有高达8000多的粉丝哦 他的照片一出啊 有时候就引起广大的网友热烈的回向 这只鸡啊 他的名字相当的特别 叫做麻油 所以说很多人都会笑称 这根本就是麻油鸡 我也有亲眼看过他的真面目 真的相当的可爱也很温柔 就像是一只绒毛娃娃一样 造型跟我们前一只讲到的白色鸡就不大一样啰 麻油他的外形啊 大家可以看到是咖啡色的 常被主人拍出各种有趣又超级淡定的画面 因为这个宠物他的身份其实是一只鸡 所以啊 时常被跟料体作为联想 这个宠物也实在是太特别了 也让很多网友啊 哭笑不得 带给大家好多的欢乐 今天的影片带大家了解 日本鸡的基因与演化 很多人直觉的食物 现在啊都慢慢的经过了改良 变得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可爱 进而来到了人的生活当中 变成人类的家人 很多饲养宠物鸡的四主 也都相当疼爱自己家里的宝贝 给他们吃最好用最好 不过他们也无奈的表示 偶尔网路上还是有奇怪的酸民 会以各种方式批判四主 像是骂他们照顾不佳等等 都会让他们觉得很心累 所以说最后还是要呼吁大家 在网路上千万不要随便攻击别人 这对于人的身心灵都是很不健康的 那大家喜欢这一集日本矮鸡的介绍吗 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可以帮我按赞并且分享 还有订阅我的三个频道 一起探索这个神奇的世界 我是Jack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晚安拜拜